选战倒数不到20天 各个候选人也到处奔波积极败票 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敦义 最近在中部进行一连串的败票行程 27号一早时来到龙井 拜会台中市副议长林士昌 并且在现场集结对群众开讲 我在黄湾昨天差不多三年 一开场就强调自己与中部地区的地缘关系 要害民众拔钢警 而身外海线黑派的地方大佬 先任立委严谦标以及副议长林士昌等人 也在现场夸奖吴敦义 从政的大小精力丰富 现在与马英九搭档地方一定会立顶到底 我来报告 在我记者有市委员 在立刻行政官官党市长 成立各国一同这个 所以他在马英九的组络络络 我跟他说我做络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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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像我们的南乎络络 为了整现亲和力与民众拉近距离 在会后 吴敦也与支持者合影并且签名留念 选战进入最后的紧张时刻 南义最近也频频下乡拜访地方药角 看来故装的衣柜十分浓厚 记者红教他就从不倒 现在对王一语他就从不倒 这就是十秒天三 药面不含 ésus环岛呢